-各位觀眾! - 今天這個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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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在很多影片下面都會 - 多多少少都有人在說 - 要我做 - 我一直沒有做的原因就是 - 因為我沒有做的原因就是 - 我不敢 - 但後來我就想說 - 後來我就想說 - 我都已經染這樣髮色了 - 好吧!來挑戰看看 - 沒錯!就是 - 就是 - 公協校良小櫻花的 - 放妝 - 喔媽咯! - 我就要講廁所了 - 好! 我先就是打個預防針 就是因為我們每個人本來就長得不一樣 所以就是最後像不像 本來就見人見智 啊我自己練習完是覺得 怎麼看都怎麼不像啊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我上完妝前保養了 我要來開始畫了 我現在要去看這一張來畫 它這個妝看起來沒有很濃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應該要經過蠻多步驟的 就跟我去拍寫針一樣 我要先擦個妝前乳 遮瑕 我跟你們說 哇這個妝要遮超多瑕的 因為IDOL他們在舞台上的妝 是不容許有一點瑕疵的 就是要疊個大概兩三層吧 尤其是我的這個黑眼圈啊 你知道完全就是個大工程欸 然後底妝我想要用氣墊 基本上夏天我這個真的很難擦出去 因為很容易吐石流 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它的妝感非常的含妞 忘記跟你們說 因為我鏡子放在這邊 所以我才會一直看著這邊畫 你知道之前不知道哪一個的化妝影片 有人都說 為什麼我一直要看著旁邊化妝 很簡單啊 就是因為我鏡子在這邊 因為這個顯示螢幕太小 我根本就看不到我自己 重點腦筋啊 而且我發現它這個色號超白的 韓國人超喜歡畫 臉跟脖子是不同顏色 他們其實不在乎色差 但台灣好像真的很難接受說 臉跟脖子的顏色不一樣 我自己覺得還好啦 遮瑕度還可以還可以 然後接著要再得一次俠 因為其實還是看得出來黑眼圈前面這邊 我覺得這個黑眼圈就是要 一定要從頭到尾都用拍的 眼周細紋非常的多 如果你這樣偷偷拉拉的話 就是會造成肌膚上的拉扯 就是有皺紋這樣 YES這樣子 在螢幕上看起來很像2D有沒有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還有其他的步驟 終於要來訂妝了 它減少了一點點剛剛的那個 亮的感覺 可是韓國真的很喜歡這樣的妝感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 越保濕越亮的 越有亮的皮膚越好這樣 但他們畫起來不會讓你覺得是油喔 就會覺得說哇那光澤度這樣子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好我要來畫眉毛 我昨天還刻意就是有修一下眉毛 因為想說這樣子應該比較好塑形這樣 欸我想把鏡子拿來近一點 後面好像沒有照過什麼東西 喔好皮卡丘可以可以可以 我真的很怕畫失敗 因為它也是那種平眉 後面也沒有什麼角度的那種平眉 順順的畫下去嗎 用這個眉粉這一頭刷刷刷一下 他們的界線不能太銳利你知道的 好我要先上染眉高 前髮一定要染眉高的OK 好啦好啦就當做這樣吧 大概抓個幾個精髓就是 邊線不能太銳利 角度就是平 但是要有眉尾 好我現在要來畫眼影了 其實小英畫的眼影比想像中還要淡很多喔 我要先用這個打底 這個有鏡子啊 膚色偏橘 這個顏色來打底 接著用這個比較偏粉這個顏色 上在尾巴的部分 這樣子他們這個妝還有一個重點是 下眼瞼也是全部都要上色的 每次畫這邊我就會覺得 喔我的細紋怎麼又變多了 然後我想要用深一點點的這個 咖啡色塗在眼尾的地方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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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們先打眼睛上面中間這邊 這邊 看得出來吧 接下來就是他們下眼瞼的地方 也會非常非常用力的打亮 他們很喜歡臥蠶 所以臥蠶就會打超級亮 對像這樣 非常亮 我下手已經非常重了喔 喔我自己本身是有臥蠶啦 但是呢他們會喜歡 在不笑的時候就看得出來臥蠶 所以我還是要再畫一點點臥蠶出來 對那個臥蠶是 笑的時候才會出來的喔大家知道 那個沒笑的時候的那個是要眼帶 我先笑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邊 喔我是用這個修容 不是修容 眉粉這個 畫一條套在我那個 剛剛打亮的下面 還會再稍微摺一點點掉 因為這樣看起來會稍微再自然一點 一點點一點點就好 那眼線之前先夾個睫毛 這隻真的很適合拿來畫那眼線 喔讚喔讚喔 欸我是不是都擋住我自己了 但沒辦法我現在這隻能這樣 嗯全這樣 那我就直接畫眼線了 它是有點往下 但又沒有很下面的那種延伸 微微的這種 Sakura的雙眼皮是 偏窄一點點的 比我還要窄一點 所以就是 我的眼線就會再稍微 出那麼一些些 來修正雙眼皮的寬度這樣 這樣子看起來雙眼皮就比較窄了這樣 夾睫毛 來囉 等一下 夾著 然後呢 往...往...往... 中...中間先 是不是中間 這樣子 啊 我看不到我自己 等一下 快點快點進來 大家原諒我一下 我可能沒有辦法顧到鏡頭了 這樣子有... 嗎 好像有欸 我先刷我自己的睫毛上去 把它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好像無法 好像很難結合在一起 算了就這樣子 喔好難喔 然後... 以類 經過了一番折騰 沒錯 我的假睫毛兩邊都戴上了 嗯...就是... 對 還不錯 我先上一下護唇膏 好的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來修容了 對 也是我最常失敗的一個步驟 小櫻花的鼻子是屬於那種 非常挺的 然後我又是蒜頭鼻 所以呢 我可能會 鼻影打得蠻重的 大家就是請見諒 我的皮頭真的是太有肉了 但是你們知道嗎 就是很多人在說 有肉的鼻頭代表可以賺錢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 也是自圓其說啦 這大概就是跟 小毛多的人就是美女 是差不多的意思 對 沒有絕對的美醜好嗎 這樣子應該看起來有比較尖了吧 盡量啦 我真的是盡量 那因為它的三根沒有那麼的明顯 所以我上面就沒有要著重了 這樣子 會打太重嗎 在鏡頭上好像很開心 然後還有打亮的部分 打亮我用表姐的這一盤 一樣是鼻頭的部分打亮 跑到稍微打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鼻子應該... 完蛋了我真的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像 好難喔 好我們先來上個腮紅 打在比較中間偏上的位置 打個兩層好了 看起來很有氣色 然後打亮的話 目前目測看起來是偏中間的位置 就是要讓整個臉頰看起來飽滿 所以就差不多在中間這個 然後最後是嘴巴的部分 雖然沒有到很咬唇 但是一樣是那種邊界比較不明顯的 所以一樣我們要遮掉 我想先用這個打底 火力青春的果汁的那種顏色 這樣子 然後我要在中間的部分上這個比較紅的顏色 然後我要在中間的部分上這個比較紅的顏色 健成的感覺 那這樣子我應該整個臉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整理一下頭髮然後換個衣服吧 好接下來是刷眉時間囉 接下來是刷眉時間囉 已經二十幾年了 不管大家覺得想不想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覺得哪裡可以再更好也可以跟我說 這樣我之後可能就 可以來精進一下自己的化妝技術 畢竟 我也不是美妝youtuber 這真的很困難 好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按訂分流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所有喜歡愛子丸的朋友 或是喜歡想一花的朋友 希望你們不要失望OK 我們就下支影片去吧 掰掰 喔天啊我好想要比這個動作 應該要先弄睫毛還是要先上眼線啊 我有點搞不清楚欸 我想要再用深一點點的深咖啡色塗在